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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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主 我们要拘据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请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你心里舍利抱紧在这里 我们要散开口不停赞美你 Aleluia 你是我心的泉源 你是我欢喜跳跃 你是我只有悲响 不再被罪恶捆绑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爱又无比力量 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应许不会改变 你把血有能力轮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不过能改变一切的仇旧成为祝福 我们要拘据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请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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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你的宝血 你的宝血 你把血有能力轮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你不过能改变一切的仇旧成为祝福 你你把血有能力轮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你不过能改变一切的仇旧成为祝福 我们要拘据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请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你你来临 你的宝贝在圣灵 我们要想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想开口 我们要想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想开口 我们要想开口不停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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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成为祟哥 我们要扶 disconnecting for事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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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们 将掌声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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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 感谢祢 感谢祢在过去的带领 无论高山低谷 主祢都在我们的身旁 主祢是永远都改变的神 主啊 我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主求祢帮助我们 一刻都不要忘记 祢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让我们的时刻都能够寻求祢 为能领导我心靠祢 甚至祢 别领导我度过 祢心是为我坚持 到最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祢的坚持 全能成生 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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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我说一刻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祢永远在身边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祢是永远地 祢也 disconnect 祢有种滞 1993 祢是永远都在我们的身旁 祢有出品 你的签笔 从昨日到今天 到柏里 靠你风声应许闪离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千古盼世 却能占身 我敬拜你 主 我们经常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来寻求你 主 但是主 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去亲近你 主 亲近你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做的 主 让我们更加渴望来亲近你 而不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想起你 才来寻求你的帮助 主 感谢你 感谢你 赐给我们恩典 你愿意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 我永远很苦的 永远很苦的 永远很苦的 为难的我信任你 你愿意每一天都与你 只畏惧 主是我的路上 我所依靠 每个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祝你永远与我共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权力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有你风声 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坚固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祝你永远与我共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权力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风声 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我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却能成神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只顾盼石 我敬拜你 感谢你的诗字架 感谢你付上代价 但当我最何羞愧 使我完全自相信的恩典 感谢你无比达断 感谢你定和双手 那些细情我不会 使我了解 你完全到容身边 感谢你定和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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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仰佩的 感谢你的诗字的讲 感谢你付上代价 难道我最可受惠 使我安全 记下奇妙的恩典 感谢你付一大爱 感谢你和双手 好些奇妙我误会 使我了解 你完全包容赦免 身高仰佩的 坐在包座上 头戴着寸回万别 你做网到永远 爱尊重赞美 耶稣圣 身高仰佩的 坐在包座上 不带着寸回万别 你做网到永远 爱尊重赞美 耶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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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 你做网到永远 是咬哑陪的 你做网到永远 你做网到永远 是咬哑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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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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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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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生前 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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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生前 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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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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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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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我无情白意 把手举起来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陪的 我无情白意 爱你 万无情白意 万无情白意 我们到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 今天是2023年第一个主日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很特别 因为每一天都是特别的 它只不过带给我们一个感觉 新的一年应该会有新的氛围 有新的气息 应该有新的盼望 有新的安排跟计划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一年来做我们的计划 我可能要几岁几岁到什么样的阶段 或者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可能要几岁几岁要完成我人生中一些重要的大事 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每一天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去数算它 我每一天都需要到神的面前跟神说 神今天你要教导我 数算我的日子 让我每一天 在睡觉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说 今天是没有浪费的 它可能不会很丰富 它可能不会很多姿多彩 它可能不会有所谓 哇 你知道吗 神迹奇事啊 或者是有鲜花呀 有礼物啊 但是你每一天都活得自在 你每天活得安心 你内心对神没有亏欠 对人没有亏欠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而你也慢慢的朝着你的目标在走 所以今天我们来数算一下神 祂给我们的日子 我们要数算一下祂给我们的恩典 数算祂给我们的慈爱 祂像我们存的一年比海沙还要多 如果我们去数算祂 根本就数不过来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成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 来数算神的恩典 我心在高处 数算你恩典 你像我所存的一年 你像我所存的一年 比繁星还多 我经过地 我经过地骨 colo Blackstone 你像我你像我一样 我爱完一年 就不能我但是 Set View 我的真的摁他 without approval 有��의 hunger 耶和华歌唱 你永恒恩待我 依靠你 你慈爱 求恩使我心快乐 我要像耶和华歌唱 耶和华歌唱 我比不知道要 你永恒 自然给我 恩为自爱随着我 我心在高主 我心在高主 数算他的恩典 数算你的恩典 你像我色彻那一年 比繁星还多 我情过低谷 思想你心事 无论何十二年都有 你能力抚逼我 我要像耶和华歌唱 耶和华歌唱 你永恒恩待我 你能力抚逼我 你自爱 求恩使我心快乐 我要像耶和华歌唱 耶和华歌唱 我比不知同样 你永恒 你永恒自然给我 恩典自爱随着我 清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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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这夜晚请这夜晚 想你呼吁你永恒问待我 心事无知情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耶和华歌唱 你永恒问待我 你永迷彼此爱 主吻使我心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耶和华歌唱 我必不是同样 你永远只能给我 恩惠此爱随着我 你永远 你永远只能给我 恩惠此爱随着我 你永远只能给我 你永远只能给我 恩惠此爱随着我 我们今天在用主的圣餐 我们要到圣的面前 准备好我们的圣餐 我们请牧师上来 我们也要웬ыт可唱 我们现在进行逐的圣餐 我们现在进行逐的圣餐 我们现在进行四 annually 神经假短彼 Mallet 我们现在进行主的圣餐 我们保持站立一起来宣告师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神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乌比拉多手下 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此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大家请坐 主的圣灵主要是 纪念耶稣的降生 他在石架上为我们死 埋葬三天后复活 胜过死亡和撒旦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说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就是宣扬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因此无论什么人 若用不合适的态度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得罪主的身体 主的血了 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 然后才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那吃喝的人 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 的罪了 因此你们中间 有许多人是软弱的 患病的 而且死了的也不少 我们若仔细审查自己 就不会受审判了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 在用主的圣参之前 要先审查自己的内心 大卫曾经在诗篇 一百三十九 对神说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可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如果你心里知道 自己得罪神 还没有求神饶恕 在用主的圣参之前 你先向神认罪悔改 哈利路亚 哥林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祂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事 纪念我 让我们一起吃这饼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事 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让我们一起喝这饼 我们一起宣告 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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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OK 那我们今天 我真的 新的一年 有新的这个氛围 跟新的作为 对不对 其实我都说了 每一年 我们都想要 拟定新的计划 希望可以能够 在未来 有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 进步 对不对 有更好的一个改善 那我就真的很认真的 跟牧师讲 我真的很认真 我真的很认真 OK 可能不会马上做到 我可能会失败 但是我很认真地 跟牧师说 我很认真地 跟弟兄姐妹说 OK 我讲到今年 一定要维持在 半个小时之间 阿们 来阿们一下 太短了吗 你每个礼拜来就好了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 听三十分钟的到 每个聚会好了 OK 那还不加 你在外面 上YouTube听的 你一年 其实你会听到 最少五十二片到 因为华人年 我们不聚会 少一片 五十一片到 然后如果每片到 是半个小时的话 其实你基本上 你会听到 将近二十六个小时的 到内 它是很多的 其实 所以我当然觉得 当然这种东西不显多 但是我还是要鼓励各位 你们在这个 今年的部分 听我讲到的时候 OK 可以来鞭策我一下 OK 因为这是种自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花多点时间来祷告 我花多点时间来回应神 OK 听到神的道 就一定要回应神 那片道对你来说 才有意义 如果你听我讲完 你就离开了 那那一片道 其实在你来说 就好像一颗种子 落到了实地的里面 或者是荆棘的里面 没有太多的用处 OK 所以今年预备好你们的心 我们要花多点时间来祷告 要花多点时间来 回应神 好吗 好吗 阿们 哎呀 再一次 好 天哪 我都觉得我这个精神比你好 我看到 Eunice咪咪眼了 今天真的是 哎呀 来我们来祷告 来分享今天的话语 祝我们今天 先上感恩到你的面前 我们非常的感恩 你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事情 我们很感恩 过去每一天 每一个每一年 我们也盼望着 明天 明年 接下来的时间 祝你都会引领着我们 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婚姻 我们与人的关系 甚至在我们的读书 甚至是我们追求 一些内心可慕的事情上面 祝我们都祷告 祢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脚步迈开出去的时候 是非常的稳定 是非常的稳妥的 祝我们今天谢谢祢 我们把一切的 这个时间完全交托 祷告 佛异书们 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 好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不再失望 OK 这个题目其实有点奇怪 我想了很久 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对我失望 对人失望 对神失望 想要分三次来系列教导 可是讲太多失望 我怕你们一年开头 就失望过头了 所以我就决定讲 不再失望 不再失望 我们通常的第一年的聚会 都会分享 可能新年的几话 或者是说 一些比较激励你们的心 要鼓励你们 Come on 要往前走 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 其实这一篇道在我心里面 已经有大概几个月的 几个礼拜的时间吧 我真的特别感觉 我要在这一年第一天 说这个主题 为什么 因为呢 我的2022年 我的2022年 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2022年 是在一个很大的失望中结束的 看不出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不要看Facebook 看Instagram 都是好看的 没有人会把吵架的脸放上去 也没有人会把跟夫妻之间的打吵打闹 那种也po上网 不会对不对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都会说 哇 很好啊 我的孩子好 我的婚姻好 可是我跟你讲 我站在上面 你看我 你看得很好 对不对 昨天看到我吃饭的人 我感觉好像很开心一样 可是我跟你讲 我的2022年 是在一个很大的失望中结束的 我还在恢复的当中 OK 感谢主 我的个性比较开朗 我没有所谓的忧郁 OK 可是我忧郁三秒 我就出来了 不会太久 可是我非常的失望 我跟你们分享 我之前在 跟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辈 见面了 那天 趁那个见面的机会 我想跟他分享 我一些心里的话 想得到他的一些意见 跟一些想法 因为毕竟长辈在那边 辈分也在 资历也在 精力也在 能问的就要问 OK 所以每次我看到一些 资历比较高的人 或是年纪比较长的人 我都会问他一些问题 想要听他们的人生的经验 然后我就见到他 简短说了几句话 说不到几句 但他就看着我 他就对我说 如果你不改变 他看着我 如果你不改变 五年后的今天 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没有改变 不讲做的事情 想法可能其他的 五年后的今天 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沉重 我查开话题一下 我是一个很喜欢听 别人的意见 跟经验的人 我喜欢从别人身上 得到经验 我妈曾经跟我说过 前面有一个坑 有三种人 一种是明明看到坑还往下跳的 那个叫做笨 OK 有些人看到坑了 他呢 跳开了 那个叫聪明 还有一个 看到坑了 去拿一块板 把它盖起来的 那个叫有智慧 所以我从小听到这三个 我明明知道前面有坑 我不会往下跳 相反的 我会找到其他东西来 补那个坑 这是我的智慧 我妈教的啦 所以我觉得我妈 蛮有智慧的 OK 在我职场的时候 我在我的工作环境 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有遇到过很多类型的上司 有好的 有不好的 有对你冷漠的 有对你热情的 有些对你给予很多机会的 有些跟你完全是 默示你 把你当做小罗罗 那种office go 这样把你呼来换去那种 什么样都有 有人鄙视的 有歧视的 不论是性别 或者是宗教 包括在内都会被影响到 有一位很好的一个上司 他是一个大好人 OK 非常好的人 他很照顾我们的福利 我们每一个季度加班的时候 我们桌上摆的都是大鱼大肉 没有那种饥饿交加的夜晚 在那边加班没有 OK 大鱼大肉 所以有一次 在一个季度结算之后 我犯了一个错 然后我觉得处理这个个案 我觉得我做得不是很好 然后我觉得不太理想 我就跑去问他 我说老板老板 你觉得这个case 你觉得我以后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对不对 要学嘛 你不学的话 你犯了错 你不学 下一次同样的错误 同一个坑掉进去 那不是很笨吗 对不对 那我就说 你给我些建议 他就告诉我 他说 其实你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你已经是大孩子 Big girl Big boy了 我才跟我讲这句话 他懂会讲谁 OK 他说你可以从中学习就好了 你可以自己去学 不用我教你 你可以自己学 因为你是大人的 我住在那里 当下我就知道 这个老板肯定是个好人 他肯定照顾我的福利 他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Nice 可是他不是一位导师 他不是一个会引导人的老板 OK 当然不能要求每个老板都会引导人 因为有些老板真的会赚钱 有些老板是不会赚钱的 好人可是不赚钱 公司倒了 那没有什么用处 William 在职场中 我觉得我需要提升我的眼界 我需要一个好的领袖 好的导师 把我们提升到那个level OK 因为他已经在那个位置 他知道怎么上来 他有那个位置的眼界 就好像我那时候 我跟我老公去台湾爬那个奇来山 三千五百公尺 非常高 我不会找一个新手 虽然我是最新的那个手 我是菜鸟 OK 我不会找一个新手跟我上去 因为我是菜鸟啊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 我也不需要装得很厉害这样 哇 买一个装备啊 买新的包 买新的那个什么 hiking pole 对不对 穿着新鞋 绑着一个很好的辫子 哇 我要上山爬山 这样很厉害这样 也不用 我也不需要自己去摸索 因为这座山已经有很多人爬过了 我在上网的时候 都知道很多恐怖那种失踪的情况啊 那种掉下山死掉的啦 那个叫做 他们改个外号叫黑色奇来 不只是因为它有一面山是黑的 而上面很多人死在上面 很多人失踪 我就问我先生 我们还要爬吗 爬啊 我们就立个遗嘱 我就去爬了 可是那时候我很紧张 我们不可能自己上去 因为从来没有去过 我们就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 非常了解地形的这个 我们家教练 那个导游来带我们上山 他爬山的次数 比我去台湾的次数还要多 有事每次在爬那一种的 OK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 像我们带他的哥跟嫂子一起去 我觉得这样有这样的一种 导师般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一定会出现在职场啦 讲句实话 他也不一定出现在教会 这样的人 到处都有 可是他不一定 你不一定会碰到他 碰到我跟你讲 你要哈利路亚 你要紧紧抓住他 能够从他学多少就学多少 OK 后来我以为老板 这个人很难相处 我去投靠他的时候 我去申请见他部门的时候 每个人大眼瞪着我 他说你是疯了 你不是疯了 就是神经病 你选一个 OK 因为他这位老板 他是我们叫他micro manage 就是很细微的 他会介入你员工的工作的方式 他会告诉你如何写email 我已经工作十多年了 教我怎么写email Come on 你以为我是没脑还是什么 不会英文吗 可是他会教我们 再写email 他教我怎么跟客户沟通 怎么跟我的大老板沟通 怎么准备我的会议 怎么去做一个case出来 怎么去来讨论 商讨这样的一个case 我跟他跟了很多年 OK 很多人在职场久了之后 不用久了 三年之后就有个态度 我是老鸟了 OK 我是有经验的人 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我人出事 我知道自己怎么做 有碰过这样的人吗 特别是在那种新来的员工 一下子很像学 过几年之后就 我是前辈OK 你是后辈OK 你要听我的 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我的老板怎么说 我怎么做 有些人说 哇你这个人啊 你是没脑还是怎样 你要有自己的style 自己的风格 你要有自己的能力 你不需要什么都听老板的 听完之后这边出来就可以了 你做什么只要做到都OK 可是我没有 老板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要我写这样的email 我就写这样的email 他要我被这样的材料 就被这样的材料 他要我看到大老板的时候 这么说的话 我就这么说的话 就这样子 我大老板来自德国 来自美国 来自日本 都行 没有问题 你叫我做A 我就做A 我不会问 为什么不考虑B 我这个问题 怎么不考虑 另外一个方案 是在我上班之后的第三年 我才开始问他 为什么不要考虑其他的 我跟你说 几年之后 我跟着我的老板 我的眼界提神了 我的大老板 对我发的email 完全没有问题 OK 大部分的时候是OK 我会问一个关于一些 我看不懂的问题 我就问我老板 我开会的资料是齐全的 我看到三个老板 我同一份资料 我用三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老板 三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的直接老板就跟我说 三个不一样的老板 你用三个不同的方式 没有这个人告诉我 没有他的眼界 没有他认识他自己的老板 我怎么样有这个可能 可以在前面脱颖而出呢 面面俱大 沟通良好 我跟你讲 甚至我隔壁部门的老板 都还蛮喜欢我的 我真的学了很多 跟着我老板学了很多 成长很多 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的表现很不错 他很认可我 我怎么知道他很认可我 我怎么知道他很喜欢我 因为我去年七月份 回去吃饭的时候 跟他吃个饭聊个天 他就问我 你什么时候换工作啊 你要不要回来帮我做工 我已经离开了四年 一个离开四年之后 老板如果这样跟你说的话 就几个可能 一 他很喜欢你 二 他很喜欢你做事的方式 就这样子而已啊 当然我人很好啦 我这个人人见人爱 对不对 他应该是蛮喜欢我 那天他请我吃了大餐 可是我跟你讲 他在工作上非常的严厉 我相信他认可了我的能力 我讲那么多 不是说 哇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 都需要来拍拍自己的马屁啊 提升自己 不是 我只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 让另外一个人引导我们到下一个阶段 你要自己摸索 随便你 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 能学的我快点学 因为我要把所学的消化之后 尽快地把它给用出来 好用就用 不好用马上换 我不浪费我的时间 在职场中 婚姻中 人生中 教会中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人 很多人结婚第二年 生了孩子 不要告诉我怎么带孩子 生了三个孩子 不要告诉我怎么样去教我的孩子 结婚了十年 不要告诉我怎么去改善我的婚姻 所以你看婚姻走到尽头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不愿意虚心学习 不愿意受教 不愿意敞开心 不愿意慢慢地去成长 不如在婚姻 个人 职场 学业都是一样的 你毕业之后 其实你读东西就已经过时了 实在话 你结婚之后 才刚刚开始 你以为结束了吗 不要信那一套什么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那个洞你要自己跳 你自己跳 我帮你盖起来 无所谓 可是我不要 我的婚姻还是在 很多的成长里面 不要走不必要的 不要弯路 不要做不必要的错误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看到这个长辈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长辈 长辈 你看主 你对我说这句话 我听到了 他说 如果你不改变 五年之后你也不会改变 我听到这句话 听起来没有问题 因为我常跟你们说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改变的话 五年之后 还是不会改变了呀 可是那一天我跟你讲 我那位长辈 给我的眼神是那种 如果你不改变 你五年后都不会改变的 华人有一句话 无声 胜有声 他那个眼神 当下把我杀死几百次了 我死在那边 不应该怎么办 OK 我感觉 我好像我第一年上班一样 OK 我去 老板都会评论 每年年度季度的那个评论 评估 对不对 我感觉那个我失败了 我失败得很严重 OK 哇这个是很糟糕 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表扬 没有什么用处 没有什么价值 其实我当下想告诉我的长辈 我跟他说 长辈 其实我有一些计划跟想法 过去我什么什么什么 我很想跟他说 其实他还没有想要听我说 他完全没有 我还想问他 你整这句话 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说这一句话 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跟改善的方式吗 你这样没头没脑 落下一句话 然后我该怎么做呢 我有点 我们距离上次见面 因为去年才 真的整个不同的国家才打开 我就看到他 然后我就说 我们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几年了 你都没有在之间 跟我保持长长的联系 难道是你看到异梦 做了异梦 看到异象 神跟你说话 你直接来跟我说吗 是神对我的评估吗 我跟你讲 我正要追问他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个那个那个谁那个谁 看到认识人 他就跟那个认识人聊天了 我 我已经活那么大 我不可能哭嘛 对不对 我很坚强 我更讲 我忧郁三秒 我就结束了 我就觉得 why 为什么这样 OK 我就跟他笑一笑 反正他已经决定 不要跟我说话 这种 知道吗 这种肢体动作 你一看就明白了 就OK 好 bye 我们下次再聊 如果下次我继续回去的话 我再跟他聊天 我就笑一笑 bye 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 bye 我就回家了 我边回家 我边走回我的房间 我边陷入极大的这个失望 OK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么敬重的长辈 他认识我非常的多年 他连听都没有想要听我讲话 他直接落下一句话 他就 他又不是赶飞机 他就直接 落下一句话 跟别人讲话 一开始就否定我 他说我没有成长 没有改变 有吗 我最起码我变肥了 你告诉我 你应该减肥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告诉我 皮肤变好了 或是你告诉我 我的黑眼圈没有了 你都可以跟我讲一些 表面敷衍我的话也行 他都没有讲 他说如果你不改变 我以后你也不会改变 我们每次会讲一句话 哇 咸啊 那天我真的很咸 OK 该官定论 直接否决我 OK 哇 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就很沮丧 很沮丧 我的心里面 就因为他那个眼神 那个表情 我死了一百次 我就觉得 带着一个很巨大的 一个石头回家 OK 我就看到我的先生 我看到祖德 我就马上跟他分享 这个糟糕的经历 一开始还可以 语气平稳 保持自己的情绪 还有理智 越讲越生气 哇 那个 然后那个长辈 根本没有尝试了解 我直接把我一刷下来 连给我 说的机会都没有 他都不懂我的计划 跟未来的想法 就主观告诉我 你都没有变 你再不变怎么办 你就这样子了 那种 哇 我就跟他讲讲讲 越讲越委屈 我就哇 这个长辈 真的这样看我的吗 我心中 他心中 我就是那么不堪的吗 我觉得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不公平 我就跟他讲 哇 他讲我不好 最起码告诉我 该怎样调整吗 不讲还针对我 哇 啥意思啊 他那天理智的是 祖德 他非常的理智地告诉我 一般上他就是安慰我 这样 他就很理智告诉我 其实他这个人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你对他期望不要这样子 因为你有把错误的期待 放在他的身上 他没有给予你你想要的 你当然会失望啊 我说你怎么懂 这个人是这样 他说对啊 以前我刚刚合作过 我懂他是这样的人啊 你这样他这样的人 我开始就这样 我差点就要哭了 我跟你说 他叫我不要钻有脚尖 他说好 我们不钻有脚尖 可是理智的分析完了 你发现没有什么用 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吗 讲完了 你真的等于没有讲 对不对 你心情还是不爽啊 你心情还是很郁闷啊 石头还在啊 我该怎么办呢 好 我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plus 我是个基督徒的牧师 plus 我现在在带领聚会 plus 我很快就要看到你们了 再plus 一个我要保持一个 非常好的形象 来 我们来祷告 Let's pray OK 我们就为我的情况祷告 为我的 不是我的牧者 我对我长辈祷告 然后我就为我自己 为我认识的人也祷告 凡 跟我经历过一样 失望的人都可以祷告 我们就 Amen Hallelujah 我们来说Hallelujah Yeah Hallelujah 嗯 我祷告了 很好啊 基督徒该做的 哇 very good I'm a spiritual 我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 对不对 该做的做了 该给的奉献给了 该给的十一给了 我有进食 我也有祷告 我有读圣经 哇 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哇 祷告之后 事情过去了吗 没有啦 连翻篇都没有 OK 我带着沮丧的心情 这个很沮丧 OK 我边煮的时候都想哭 我在洗澡的时候 那个你知道吗 有时候看戏嘛 人家很伤心去洗澡 对不对 边哭边流泪 我想为什么这里没有下雨 我可以去淋雨一下 你知道吗 那种偶像剧情节 没有啦 我还是去跟孩子一起玩 做我该做的事 煮我该煮的饭 日常生活还是该进行 可是一年几个礼拜 我跟你讲 看到那个地步 我看到圣经都很显 OK 我看到人都不想讲话 我看到先生 他就有事没事 发一个鼓励的一句经文给我 告诉我 诶诶诶诶诶诶 我的2022年就这样结束的 我好沮丧 沮丧 消化 我还在消化 OK 我真的还在消化 我现在还在消化 可是我已经慢慢消化出来了 我相信我们当中 每一个都经历过失望 不要说没有 没有撒谎 我跟你讲 对不对 父母的眼神 尤其是 父母的眼神 你渴望得到 长辈 前辈的认同 可是他不给你认同 说那个眼神 现在我的眼神 不会杀到你 OK 杀到你 你爱的人 你丈夫 你的妻子 给你那种 杀人的眼神 很多时候 不是他们讲的话而已 是他们的眼神 他们的举动 每个人都经历失望 你会发现 我们不会对陌生人失望 对不对 因为陌生人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对他完全没有期待 没有任何的认识 他这个人就这样 你都就是坏人嘛 或不好的人 或怎样 你不会去太过的 去在意他 在乎他 因为他是一个陌生 甚至不是很熟的人 为什么我们会失望 我在我很极度失望 在走路的时候 我想到了六个原因 我要告诉你们 你看我的这个沮丧 还是在我的 没有完全 没有影响到 我的这个分析能力 OK 来 失望有六个原因 第一 我们对自己有要求 但是无法达标 2023年来了 2022年的目标 你达到了没有 嗨 我不但没有 我每年讲一样的话 要减肥反而没有 变真肥 这句话都不要讲了 我都对我自己太失望了 OK 第二个原因 向神祷告祈求 却没有回应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我们真心 对一个人付出 可能是客户 可能是朋友 可是却没有被重视 反而被利用 反而理所当然 对不对 反而觉得 都是你啊 有时候我们好心 借东西给人 他弄换了还给我 还什么 那本来就是你东西 可能本来就不是很好吧 哇 这种人踢他的脚耶 我们竭尽全力 却不被认可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我们期待人 守他们的诺言 特别是夫妻之间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 你会爱我一辈子 现在 你竟然爱你的床 多过我 不肯跟我散步 只想要睡觉 你不爱我了 很多时候 因为那个人不守承诺 我们大失所望 OK 或者是那个人说到 从来没有做到过 或第六个 我们期望被人理解 却反被误解 哇 那个 我们当中 有类似经历的 请你们举手一下 只有我吗 你们都没有吗 还是你们已经 举伤到不想举手了 沉重啊 可是我要告诉你 问题不在于失望 真的 问题在于 我们失望之后 做的决定 因为失望一定会有 我们周围的人 不完美 不完全 我自己都不完全 不完美 我没办法要求 别人认识我 而且我没办法 读另外一个人的脑 包括我先生的脑 我没办法读到 很多时候会有 小小的摩擦 很无聊 无味的摩擦 比如说 他昨天叫我点菜 他说 你帮我点豆芽和菜 我听到豆芽菜 豆芽就是菜 豆芽不是菜 那这是什么呢 我就以为他讲豆芽菜 我就OK 我就点豆芽菜 他说没有 我讲的是豆芽和菜 这个在我这个华人脑里面 完全没有make sense 你知道吗 这个豆芽菜 你是要我点豆芽 和另外一样菜 是吗 那你怎样明白 你点豆芽菜 加多营养菜 你点豆芽菜 那个河还被吃掉 豆芽菜 我就瞪眼瞪过去 想2022年做的一天 好 不生气 不要沮丧 不要难过 那天也等了很久 在那里吃 就看到Cherlin 刚好同一间餐厅吃 人那么多 算了 他们那一桌更大桌 十多个人 不要跟他们抢 我们快点吃完就走了 小东西 小东西你知道吗 小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在失望中 出不来 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是我们的内心里面 真的有时候 要需要点时间去消化 而在消化的过程当中 它怎么影响我们 很重要的 我们在那消化过程当中 所做出来的决定 才是重要的 那个情绪的确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现在一个困境当中 可是我们在困境里面 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还是重要的 失望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我给你五个 第一 封闭内心 不再敞开 你这样对我 算了 我不跟你好了 拒绝沟通 保持距离 产生保留 你不再期待 信任破坏 难以修复 甚至刻意反叛 背道而驰 哇 我的黄文杀太好了 来鼓励一下 八个字 八个字 你们回去把它背下来 八个字 比经文还容易背 OK 你发现一颗封闭的心 它会影响我们 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 它会影响我们待人处事 我们怎么看人 很多令我们失望 是我们认识 而且是非常亲密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很让我们失望 不论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失望 或者父母对我们的失望 都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内心受伤 所以不再敞开和人家交心 很多时候长久下去 它会导致你有很多 原本还不错的关系 却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封闭内心 慢慢地变冷淡 甚至会被破坏 到一个难以修复的地步 特别是家里面的人 夫妻之间的关系 或是长辈跟小孩子的关系 失望 沮丧 愤怒 我们就开始不要沟通了 因为你很难消化 有时候我们怕 在生气当中讲错话 对不对 干脆就不要开口 就闭住 保持距离 不想去澄清 也不想去恢复 你问我 我会去跟长辈澄清吗 我不会耶 所以我不一定鼓励你去澄清 可是你需要去消化 为什么 因为澄清是双方要做的事情 他当下有机会的时候不讲的话 你事后去澄清 他可能忘记他讲什么了 有啥用 我是不是才得坐飞机啊 花那个钱算了 再买一个失望回来吗 很多时候在过程当中 我对他没有更多的误解 可是我需要去消化 我不要对他产生保留 我不要对他 有占有一些不合适的期待 自以为的期待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人需要被改变 这个人做牧者就应该这样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 很奇怪的想法 牧者作为牧师 就应该是很有怜悯心的 我告诉你们 我不太多 有一点点 OK 或者说做牧师 要很有耐心的 讲话要非常的了解你 体恤你 这个有一点点啊 也不是很多 OK 有时候他们说 牧师讲话不能太直接 要顾到人的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牧者 他讲话有分量 我跟你讲 我看到你错 我直接杀过去了 态度还是很不错 我也不是这样 所以你今天对牧师的 既定的印象 如果你今天延伸出去的话 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认为他该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老板应该引导我 对不对 我的同事应该能够跟我合作 我的下属应该能够 做他们最好 做到卓越 我跟你讲 这一些对人的这些标准 很多时候都是不实际的 那一天 我看了我的老公 我先生 他跟我讲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你要把他想成另外一个样子呢 我说对 我认识他那么多年 难道我还看不明白吗 对不对 当我去认识他这个人的时候 我对他的期望就会调整 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找他 什么时候不该去找他 我开始明白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错误的 以为这个人可以那样 那样 或这样这样这样 没有 我跟你说 我到很举三个程度的时候 我跟我一起讲什么 我说好哦 你说我不改变 对不对 我就不改了 我今天才十五岁 OK 我怕你啊 不敢就不敢啦 So what 对不对 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我做你住那里 你跟我不见面 我也不跟你聊天 那就算了啊 我喜欢做我的事 我就做啊 拜托我已经44岁了好不好 我又不是15岁 我又不是14岁 可是当下 我这样的一个反应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 或是你们有没有 做过这样的情绪反应 你偏偏这样讲 我就偏偏做给你看 没有没有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成熟了OK 后来后来段 在靠近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开始陷到一个 更夸张的情况里面 我跟自己说 actually我有权利 留在沮丧里面 是那个人让我死亡的 是那个人害我的 是那个人讲话 没有顾及到我 没有顾虑到我 他比我年长 他应该要更成熟啊 难道他不再讲这种话 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眼神 会杀死我吗 都是他 不是我 我开始觉得 我生气是有理由的 有人说过 失望就好像一个 很大的石头 把人给绊倒了 绊倒了这个人 跌倒在地上 他要继续躺在地上 埋怨那个石头 不该在地上 埋怨那个石头 太大颗 他没有看见 或是埋怨 为什么有人 把石头放在这里 或者是埋怨 为什么天气 刚好没有照个光 在那个石头上 让我看见他呢 有些人就这样子 对不对 躺在那边开始埋怨所有的事情 或者是要站起来 我跌倒了 拍一拍 OK 没有关系 受了伤 回去擦个药 然后把石头给扳开 不让另外一个人被绊倒 失望就是一个石头 你被绊倒了 你怎么决定 是你要做的决定 不是那个把石头放在那里的人 要做的决定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42篇 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1 2 3 心啊 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我这句经文 如果你没有机会 回去读完全部诊断 42篇 诗人经历很困难的时期 他被仇敌压迫 其实 他到一个程度发现 没有什么改变 情况没有被改善 他甚至还说 在几节之前 他说我每天以眼泪当饭吃 哇 你知道吗 我们留两滴 都已经很多些闲的对 他已经变成一个碗 你知道吗 还可以当饭吃 那么的多 换句话说 他每天都在哭 他每天都非常的沮丧 他非常想要看到神 内心非常的糟糕 可是他不想在这个 被困的这个沮丧里面 可是他真的走不出来 他到一个地步 我跟你讲 他自言自语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 自言自语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这样 OK 他开始跟他的心说话 他没有疯 他只是跟他自己说话 他就问自己的心 我的心 你为什么变得如此沮丧 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安 我在我的失望的过程当中 我也问一样的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在意 这个长辈讲的话 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他说的话 我为什么那么的失望 我为什么会那么的介意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 嘿 我跟你讲 我不是年轻人 我不是刚出社会 第一次看见我老板给我做的评估 我不是 我碰过很糟糕的老板 碰过很糟糕的同事 很糟糕的邻居 还好先生是好人 感恩啊 阿们 三个孩子了吗 还是牧师 我说蛮讨厌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牧师的身份 感觉好像被束缚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感谢主 我在他面前不是牧师 是他的女儿 Yes 诗人也是人 我也是人 我很开心 诗人有这样的经历 他开始莫名其妙 跟自己说话 我也是 有血有肉 有情绪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 我很开心 诗人说 我的心在里面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不安 读到沮丧 我们会以为是个情绪 对不对 就是很sad 很down 英文讲castdown 所以英文版本 是讲得比较正确的 因为沮丧在原文的意思 代表低头蹲伏 换句话说 你是很低的很低的的蹲下 然后在那边没有动 换个方式来说 诗人沮丧到一个地步 他的心情沉重到一个地步 把他给压得很低很低很低 他就蹲下来 蹲得很低很低 然后身体连动都动不了 这就是沮丧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 经历大风大浪的时候 很沮丧 很难过的时候 他能够做什么 就躺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动 因为他的整个人 被他那个精力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连把自己提起来的精力 自己的那个能力跟力量都没有 诗人到了这样的一个沮丧的地步 英文的版本是讲 cast down 躺在地上不能动 可是诗人没有留在那里 我不懂他是躺着问神 还是坐起来问神 OK 我不知道 还是要站起来 我是在跑步的时候 在跟神说话 因为心很闷啊 很久没有跑步了 流下汗 感觉很不错 诗人怎么做决定 我们看42篇 也是第五节的后半段 他说 应当等候神 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他在我的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他是我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诗人他 经历一个很长的沮丧 他的眼泪都可以当饭吃了 我们当中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都有 这样子的 长久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的眼泪掉两滴之后 他就干掉了 他还可以流流流流流 变成一碗饭 没有人可以救他 诗人知道 他到一个程度 他或许是躺在那里 动不了了 或许是蹲在那里 动不了了 或许是站起来 有点无力 他还是说 我还是要去 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 称赞他 因为他心里面知道 唯有神是他的救助 唯有神能够帮助他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2023年 今天第一天 其实我刚刚才 我从我这个很大的 这个失望里面 缓过来 我用了很多个星期的 一直去转向神 我跟你说 如果你读完诗人 这个转 你会觉得 everything就改变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变 什么都没有变到 他的情况没有变到 他作为的困难 被仇敌压迫 也没有变到 唯有改变的是 他心里面的知识 唯有改变的是 他人的知识 他转向了神 一连几个星期 我一直跟神表达 我戏里面的委屈 我真的很委屈 为什么跟我这样子对我 为什么这样都是发生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人挂了一个水瓶 我忘了带我的水瓶出来 早上本来想要带的 他挂了一个水瓶 在我家的铁门上 我跟你讲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水瓶 之前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就跟牧师说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水瓶 都是别人家 不是别人家 是我家小孩剩下的那种 用了几年 对不对 磕磕碰碰 他们就觉得不好了 或是从小 他们改成一个大的 然后剩下就是我用 我想找一个属于我的杯子 瓶子 我想找到属于我的 我喜欢的那个款式 跟我想带一个好看 又好用的瓶子出门 看了就很开心 找了很多年 我们那时候出国的时候 哇 只要是有卖水瓶的店 全部去找 OK 没有找到 很失望 嗯 没有 那天我回到家 有人挂着一个水瓶 在我家门口 我就 这个人 很久也没联络了 有点怪怪 啥礼物啊 礼物 孩子们是非常的兴奋的 很多人很积极地 想帮我开 OK 我说这个是我的礼物 OK 我自己打开来了 它是一个 粉粉蓝蓝的一个瓶子 然后上面写着 Faith F-A-I-T-H 信心的意思 你们知不知道 我的受洗的名字是Faith OK 它是我受洗的名字 我看到那个瓶子 我拿着它 我差点要哭 我就 我感觉神通过瓶子跟我说话 他跟我说什么 嘿 我记得你 嘿 我认识你 我在意你 你找不到瓶子 我帮你找一个瓶子 还要不要紧 我还刻了你的名字上去 对不对 我就 哇 神 这个人很久就跟我联络了 可是你却通过他 莫名其妙 给了我一个瓶子 我很感动 我觉得神在跟我说话 他说 嘿 你不要忘记还有我 我现在要流泪了 我也感觉神在跟我说 你不要再躺着了 你要站起来了 你要凭信心站起来 对不对 不要凭情绪躺在那里 神说我现在送给你一个 属于你 有你名字的水平 为什么 我让你记得 我 在意你 我也会伴随你 哇天哪 当下我知道 我那个长辈跟我说的话 不是神的立场 OK 也不是神的 这个 通过他给我的预言 不是不是 我很感谢神 OK 第二件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我在走路 我在我家附近走路 越走越大声 然后越走越生气 然后越走越委屈 因为我还没有放下 我就跟神埋怨 埋怨 可是走走走 走到一个部分 我看到一只狗 我就停了下来 OK 我要感谢狗 我就想跟他讲话 我就会讲 为什么你不要跟我握手 神经病 为什么你要不要握手 摸一下头 很可爱 他根本里都没有理我 自言自语 我当时候蹲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是想让他来回应我 你跟我说说话 你跟我回应一下 你这种可爱的狗 狗都不理我走掉了 他不知道他带给我多大的失望 你就是那个扮倒我的石头 我发现你那天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有个很幼小的心灵 我真的还是很希望 我的周围的人 可以给我他们的认可 我还是希望可以得到 长辈的认可 父母的认可 或是 同辈的人的认可 因为他所说的话 我长辈所说的话 我全盘否定了我 全盘否定我之前做的 所有的努力跟改变 我就发现原来我是一个 想要得到认可的人 所以你看 来 鼓励我 鼓励我一下 OK 先跟我们说OK 我们做该做的事 得到别人的称赞跟认可 那是OK的 那是OK的 OK 我讲到不错 你们认可我 OK 如果我真的对你们很好 你们觉得我这个牧师不错 你拍手 OK 你们真是好人 2023年的第一个主论 对我真好 可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人生 不可以因为要得到认可 才去做事情 明白吗 认可它是一个产物 它不是一个动机 它不是一个推动力 你不能因为想到 别人的认可 认同 你去做一个 满足它 符合它要求 它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 都认识我家长辈的话 它给我们 所有的人 都同一个目标 跟同一个方向的话 那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当中 就一个人存在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 每一个人都存在 做同一件事情 用同一个方式 做 在同一个阶段里面 回应同样的一件情况 我们不需要 我好跟我自己讲 原来我在神的面前 还是与众不同的 我不需要得到 祂的认可 其实我也不需要得到 神的认可 我需要得到神的认可 对很重要 可是我今天告诉我自己 我不需要得到神的认可 我不需要得到人的认可 那个不可以成为 我的推动力 和我的动机 让我看清楚 我自己的内心 我里面很多的不成熟 我发现 如果我现在这个情绪里面 我一直看不清我自己 当天我蹲下来 看见那只狗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我自己 感谢有狗啊 今天我可以 我跟你讲 我真的挺恢复 如果说百分比的话 我再恢复了百分之九十了吧 我觉得 还在笑话当中 我今天可以从一个 很中立 很客观的位置 一个角度来看待 我这位长辈说的话了 我并没有否定他的话 我没有否决他的话 我拿他的话 我写在我的日记本里面 我自己就写下来 我有什么事情 是我需要改变的 他的话可能给我来说 很大的打击 可是不代表 我就要拒绝他的话 我真的觉得 我需要改变一些事情 讲到三十分钟 差不多时间要到了 哈利路亚 要多一些的祷告 要多一些的回应神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站起来 我们现在要回应神 我在 之前我做了一个梦 根本分享这个梦很特别 在这个梦里面呢 我是一个弓箭手 我在射箭 我拿着我的 举起我的弓 拉开了我的箭 我在朝着一个目标来设定 我就把它给射出去了 可是射完之后 我注意看 奇怪 那个靶子不在 我原来以为的位置上 它其实在 那个位置的 更左边一点 就是我看的方向的 更左边一点点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就拿起 我的弓跟我的箭 我再射第二次 射第二把箭出去 我已经瞄准好了 那个方向我就射了 可是射完之后 那把箭朝着 我的那个方向去 它没有歪 可是那个靶子却跑了 我就起来了 我就问神 神啊 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梦 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很多天 我祷告了很久 后来我在这个 失望的过程中 神让我想起了这个梦 他说很多时候 我们会自以为 要射某一个方向 可是其实 那个方向 我们以为看到那个目标 我们以为就在那个地方 可是那个目标 跟方向其实是在旁边的 不会很远 只是我们看错了 我就问神 你要跟我说什么 是我需要改变什么吗 我需要调整什么吗 因为我正问他 我需要调什么 我需要改什么 难道有错在我身上吗 他就让我看到 提醒我那个梦 后来我就明白 他的梦的意思 原来问题在于我的眼睛 因为在梦的后半段 我去做一个检查 那个医生告诉我 我的眼睛跟我大脑 有一个脱节 我看的东西 连到我的大脑 可是它没有连对 所以我看的东西 其实并不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就以后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告诉我大脑 我要射那个方向 可是其实那个靶子 在旁边 不远 可是就在旁边 我就说 哇 原来是这个情况 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后来神就跟我说 祂就说 祂就说你要让你的眼睛 对齐你的大脑 要有个 连接 我就问神 这个脑是谁啊 我不觉得是一个医疗的情况 就去看医生啊 神跟我说 你需要更多的和我 神跟我说 你要更多的和我连接上 你要跟我重新对齐 你要跟你的先生 有更多的对齐 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原来过去几年 我很多时候在做我自己 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到个程度 我能力很够 我跟你讲 我是个能力很够的人 我不觉得我自己很差 你要我做什么 我基本上都可以做 可是因为我能力太够了 我太厉害了 假如觉得自己有点心虚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我能力太足了 我太靠我自己了 我忘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看错东西 我并没有跟我的神 跟我的牧者 我的先生 他是我的头 我都没有跟他连接得上 没有对齐 我在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如果我再没有改变的话 五年之后 我还是会在做 我现在做的事情 而且完全没有改变 我就发现了 神正要叫万事互相效力 那一句话原本很打击我的 反而现在巩固了我 告诉我未来一年 我应该怎样去调整我自己 更多的与神对齐 更多的与我丈夫 与我的牧师来对齐 这样子以后 如果我在开弓射箭的话 我必定能够射中八心 哈利路亚 阿们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 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失望 你不讲 不代表你没有 OK 你讲完了之后 不代表你已经放下 或已经消化完了 有些人藏着 这个失望 藏了几十年 你还没有碰到一个情况 把它给带出来而已 今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来思想一下 这过去一年 过去几年 甚至过去可能几天而已吧 跟我一样 有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真的很失望 现在一个沮丧的里面 你开始想要做一些反叛的行为 开始要封闭内心 开始不要理人了 再跟我们分享最后一个事情 曾经我先生 他在工作 他在教会工作服事的时候 非常的忙碌 我一个礼拜只看到他一天 我是礼拜天的晚上 去我家婆家吃饭的时候 我才看到他 基本上 不然就是晚上回来 睡觉躺到旁边嘛 就这样子而已 忙到这个程度 一开始他会抱怨嘛 埋怨对不对 久了之后你发现 你讲那么多也没差 也没有改变 我才跟神抱怨 感觉神也没做事情啊 那算了 抱怨跟没抱怨 反而没有效果 那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做什么 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周末来了 我带孩子们出去玩 连通知都不用通知 通知还干嘛 他又不会参与 他也没有时间 对不对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很失望 对婚姻很失望 对婚姻开始冷淡 这也不是他想要的 他自己工作嘛 有时候要求没有办法 OK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我作为一个牧者 我不要你们这样子了 你们有婚姻 你们要去 去focus OK 不是全部投入 可是你们要一个balance 我就跟神说 不要紧 这个婚姻里面 没有爸爸 无所谓 我单亲 带两个 我自己出门 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 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在过去后来 婚姻的人里面 很多很多时候 我都要学会去放下 我都要学会去面对 我一些很小的失望 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什么是失望 我这一次才认真的看到 我内心原来失望是那么的大 我内心原来是那么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一直都不知道 因为我太过坚强 我太过乐观 我太过厉害了 掩盖了我内心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这是 神让我全部都看见了 后来我跟我先生 在结婚 前几年有点难处之后 后来我们就开始慢慢去 敞开心来恢复 我人生唯一一次大吵 唯一一次大吵 也是圣诞节 我跟你讲 我只要买多少的人的食物 来吵架 鸡毛蒜皮的事情 吵完之后 委屈全部出来了 不甘全部出来了 愤怒啊 什么全部出来了 那么一次大吵 也唯一一次 没有什么机会吵架 那一天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关系 很感恩耶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恢复我们的关系 我们又没有尝试消化这个情况 到愿意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的话 我跟你讲今天你就不会看到我们两个站在台上 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多恢复的工作 修复的工作 但是他这个恢复不是说要做一做到的 你需要到他的面前 跟诗人一样 到他的面前去消化他 你的人可能还活着 可是你的心已经躺在那边 已经被cast down了 已经蹲在下面完全都起不来了 你的心已经很很很冷了 今天我不认为你们是几岁OK 可能是对孩子失望 可能会对丈夫失望 对朋友失望 对家人失望 或是对情况 对自己失望 今天我们把这个失望全部都放下好吗 我们把这个失望放下 如果你今天你有失望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闭眼睛OK 我叫你们做一个动作 你就这样 我把失望放下 不用那么大声扭地上 你再觉得你要去打架 可是如果真的你需要的话 你就要做大一点的动作 我把这个失望 对那个人的失望全部都放下 到神的面前来 跟说神啊 神的我放下 神怎么回忆你我不知道 可是你需要到神的面前来 让他帮助你把这个东西消化之后呢 然后把它给移除掉 不必要的东西 在身体里面会被排出来 相同的 失望也要被排出来 还有愤怒 不甘委屈 那些不好的情绪 有的要被释放出来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举手 神我们到你面前 今天 我们承认我们内心 在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情况当中 都是有失望 我们到你面前 我们像世人一样 我们说神啊 我们今天转向你 我们等候你 我们今天要称赞你 因为你是那救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是引领我们的神 唯有你知道我们里面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只有你知道我们经历的是什么 你也知道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里面 可能很深的深的一个 失望的污垢在我们的里面 很难洗赶紧 但我们今天到你面前 我们把我们之前的失望 对人的失望 对你的失望 对自己的失望 完全的拿出来 完全的拿出来 如果你有失望 你就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要把我的失望给拿出来 我要拿出我的失望 我要拿出我的失望 交给神 我要交给神 我要交给我的神 哦 主啊 我们今年的一年要开始了 我们要去奔跑 我们的心不能沉重 我们的心不要被打击 我们的心要被恢复 我们的心要能够 跟我们一起动起来 能够承载来自于你 更多更多的美好跟丰富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里面 所有的失望给倒空 他占了我们的位置 占太久了 你的恩惠 你的慈爱 你给我们的一些计划 跟安排 甚至你给我们的一些 美好的事 都完全放不进我们的心里面 今天我们说 我们把我们里面的 所有的失望都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全部都拿出来 我对我长辈的失望 我对我自己的失望 我对我很多孩子们 觉得感觉以上失望 完全都拿出来 全部的都拿出来 今天主要来 这样到你面前 要来真正的来认识你 真正的认识我自己 来真正的认识我周围的人 感谢主 如果你继续需要点时间 我给你一点时间 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 感谢主耶稣 我今天告诉你们 要对付失望 不是不要有期待 不是不要有想法 我们真正的 唯一的期待 只能放在神的里面 你要一个人改变 你不要把期待 放在他的身上 我都改变不了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们把我们的期待 放在神的身上 让神来改变那个人 我们不要把事情 放在 这个期待 放在一个产品 一个 东西上 可能房子 或者是 未来会想要 可能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保证 任何的事情 过去两三年 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没有人可以保证 任何的事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 整个信心 你的盼望 放在神里面 他可以带领你 度过所有的不确定 所有的可能性 使得说 我们要等候神 Hope in God 这是英文版 等候神 感谢主 所以主 我们今天谢谢你 我们现场感恩 今天的这个 真的是1月1号 今天第一天 我们非常的开心 因为主 我们可以到你面前 把我们内心 一些很久的污垢 给洗干净 很重的这个包袱 都可以拿掉 我知道很多人 还在消化的当中 跟我一样 但是我今天祷告 今天神 今天他们转向了你 你今天就来回应他们 用你独特的方式 你来跟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他每一个人都可以 从你得到 你要给他们的鼓励 跟帮助 所以主 我今天谢谢我 把我弟兄姐妹 完全的交托 愿你的恩惠慈爱 伴随着他们 直到永永远游 我们一起来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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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赞美神 拍一手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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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